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夕对冬月慢慢动了心 平时的套路不仅套路了冬月 也把自己的心牢牢地套在了冬月身上 听说冬月相约三殿下一起看皮影戏 上书大人吃醋吃到飞起 直接带冬月包场看戏 这样霸道的行为让冬月感受到一点温馨 冯夕也承认了自己对冬月动了真心 接下来冬月会去刺杀安定侯 导致战乱提前 冬月也会重新再回来 遇到冯夕 只不过 到时候平夕忘记了她 冬月追夫指日可待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梧桐追剧 关注我和我一起快乐地追剧吧